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自驾游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我们开的是什么车 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辆1.5T的昂科威 现在它是行驶了9万多公里 今天主要就跟大家说一说 这9万多公里我们这个车的优点还有缺点 从我们买下这台车开始到现在是4年的时间 它一共陪伴我们走过了将近10万公里 我们一起翻过山走过沙漠走过高原雪地高速更是习以为常了 从18年开始云南四川我们先后走完了两次新脏线 在我们追溯黄河源头的旅程中 它更是鞠躬之危 它跟着我们一起看过了无数美景 也经历了许多或大或小的意外 限车呀堵车呀 也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独特的回忆 在这10万公里的路程当中 它没有一次把我们撂到过半道上 可靠性还是说得过去的 我们呢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碰撞 没有修过一次车 就连违章都屈指可数 可以说我们对这辆车是非常有感情的 说到这辆车的优缺点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是比较有发言权了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它的优点 首先就是性价比 这辆车优惠力度大 空间呢也足够能满足我们在车里睡觉 露营的需求 在铜排量里 动力也说得过去 还有一点就是省油 我们市区跑的比较少 综合油耗在6.5左右 最省的时候 在高原上开车能达到6个左右 说完了优点 我们再来说缺点 这辆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被人们一再强调的变速箱 干式双离合 抖动 顿挫 确实实有发生 尤其是在8万公里以后 顿挫的话就会比较明显 而且如果是我们持续低速行驶 变速箱就罢工了 我记得有那么两三次吧 一旦碰到路况不好 又要爬山的情况 我们就得切换到手动模式 持续一二档上坡的时候 变速箱没多久 就会高分提示 必须 马上就得停下来休息 这一点还是挺影响行程的 总的来说 将近10万公里的路程 我对这辆车还是比较满意的 将近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第一 我们是比较担心 将来它可能会陆续的出现一些问题了 第二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路程 想要去到一些更特别的地方 需要车辆具备一些越野能力 因为这种种原因 然后我们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所以呢 就决定忍痛割暗 把这辆陪我们走遍了 大好河山的昂科威卖掉了 真的是挺舍不得的 我总感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好像自己的情感就更丰富了 下面咱们就一起再去回忆一下 这辆昂科威陪我们走过的山山水水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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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i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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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发 台 text coffee